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去清邁那時走過的地方 這裏其實不是在古城裏面的 大概是在古城左右 右上角的位置 它是比較專門買一些物料的 我好像有一個名字寫著苗族街 自從我前一次來發現清邁有這個地方 所以我每次來的時候都會走這裏看看有什麼買 其實物料和大陸的價錢不是相差得遠 只不過它是多了很多民族的特色 大家都知道清邁是比較流行刺繡 還有一些色彩的布料 一些古布各類型 所以我主打是找這些 現在看到的這條街是有一些布匹賣 但我沒有買一卷卷這些 因為我覺得不夠美和古董 那這裏一路走進去其實是一個鐵棚的位置 有一點像深水埗的鐵皮屋 即深水埗景柱旁邊那裏 那這裏就有這些袋 其實這些我們在香港經常見 它這裏是賣得超便宜 所以我懷疑入貨的那些人 都可能有機會是在這裏入 那跟著我們一路走 那這一間就是漂亮的 左邊那間 那就會見到這個鐵皮屋 那這個鐵皮屋 它賣很多古布的 那也都有一些很漂亮的枯筍套 即都是刺繡做的 那有背包有袋 還有很多食物和一些配料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準備進去看看 大家看一下 根本是花多眼聯 它是衣服都很多的 它有很多裙子 然後成人的背心 或者外套 但這些呢 在香港就比較難穿出街 但其實 在泰國真的很多人穿 那跟著這裏呢 就有些袋子 這些袋子的價錢呢 是便宜到 可能是10元左右 即是在這裏買的話 那我有時都會見到 有些外國人在這裏入貨 然後 對啦 類似這些花紋 我個人覺得這些花紋 就不算是最漂亮的 因為 雖然它也是很民族 但這個是泰式的民族 那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很多刺繡手工的東西 然後呢 你看看它們都是一籃籃 而這些呢 就有少少苗族的民族 就不算是很重手工 我自己覺得 因為 這些是衣服 裙子 這一堆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古布的 那這些古布呢 為什麼是一條條 或者一塊塊 它是不會是剛才那些一卷卷的賣呢 因為呢 那這些刺繡古布呢 是真的很多年歷史 而它 是在一些 舊衣 或者一些舊的袋 那裏拆出來 再一條條 這樣睡飲飲買的 那所以呢 它就不會出現一幅幅 一卷卷一馬馬的情況 所以它通常都是一條條 或者是 一塊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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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 這裡有很多耳環 這些全部都是它們的人手做的 每隻色紙只有一對 所以呢 有一個人很努力給錢 那所以呢 我就算買呢 都是真的 想買兩對都不行 全部都是只有一對 那這裏呢 又是有很多的鎖匙扣 袋 那這些真的超便宜 我想是十幾元 就是你買得多 還可以少少說價 不過因為這裏主要 真的是批發市場 所以它通常會跟你說 已經是批發價 那我就不會說太多 因為它真的太便宜了 那裏都會有很多皮的製品 因為它們都流行做皮袋 而且都是非常之美 那這間店呢 也是全部都買 袋 枯筍套 這些應該大家在香港可能有見過 然後全家都是買這些 不過店舖呢 就價錢比較貴 那這一間呢 我是超喜歡的 那現在拍的這個藍色袋 我本身是超喜歡 但很貴的 算起來要港幣 2000 啊 不是 算起來港幣700 還有這個紫色 這個紫色也是我很喜歡的 那這個呢 就好像600多 有皮的那些呢 是接近1000元的 那如果沒有皮的那些 就是純粹用它們的刺售布做呢 都700幾800 如果真的全個都是刺售布呢 是去到過千的 那所以你會明白 香港為什麼有一些 賣民族股東布袋的店 是要賣到千幾二千元的 因為就算你在當地買呢 都是要求1000元的了 那還有很多這些皮 皮 皮的袋是拼古董布 然後這些是屬於店 因為剛才貼皮屋那些呢 就是 我當它是街邊檔 那些呢 就真的划算很多 而店的價錢呢 就會高一點 但是我自己是喜歡 剛才那間 這間呢 我嫌去那些款 不搭得一般的 所以呢 我呢 就會買很多古董布 回來 可能是一些布條 或者一塊塊的布 回來自己設計過一個袋 或者銀包 或者其他用品 所持購金 那我就很少會幫它買一個袋 那我也是喜歡自己買回來再搭 那這裡是它的重手工藝 這些也是很貴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啦 最後當然是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的Facebook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拜拜